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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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天心 你白天也没有时间啊 我想让你陪我去商场 给家里买身人礼物 对不起啊皮皮 我今天一天的排练 实在没时间出来 那好吧 您好 小姐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想找一件白衬衣 扣子是红的 袖口这里面好像有印花什么之类的 我大概知道了 您这边请 谢谢 这边 您说的是我们店的基本款 是基本款 那就好 这是基本款的价格吗 是啊 而且是打折的价格 我们平时可是不打折的 小姐您是要送给男朋友吗 身人礼物 那就这件吧 那您的男朋友平时穿什么尺码呢 大概一米八六左右 肩膀 肩宽 这么宽 根据您的形容 我只能推断出您的男朋友穿L或者是M码比较合适 M和L差多少啊 是这样的 我们店的衣服剪裁都是比较精致的 所以还得需要您给我一个比较精准的尺码 要不叫您的男朋友过来试穿一下 因为我们店里的衣服已经售出是该不退换的 我想给他个惊喜 那太好了 先恭喜他 您的裤子已经改好了 那请帮我包起来吧 等一下 好的 你稍等 好 跟这位先生的身材好像差不多 这位先生如果 抱歉 是明智 请见谅 是你啊 这位小姐声音很熟悉啊 难道是前两天路易劫匪的那一位 小姐 如果这位先生跟您的男朋友身形差不多的话 那L码应该是合适的 而且L码只剩最后一件了 我们活动期间应该不会再进货了 嗯 如果这位先生跟您是朋友的话 您不妨让他帮您试穿一下 不太好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你试穿 嗯 嗯 合身吗 扣子扣错了 哦 是吗 不好意思啊 这种事经常发生 我重新扣一下好了 嗯 需要帮忙吗 那就麻烦你了 他是个怎样的人 你说谁啊 能让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说我男朋友啊 他是个很优秀的人啊 学习又很好 什么都好 反正比我优秀多了 还挺合身的 接下来这件了 那我帮您包起来 谢谢 小姐 不好意思 这张也刷不出来 那这张 不好意思 这张我们这儿刷不了 请问 能再打点折扣吗 那可以分期付款吗 小姐 要不这样 您下到一楼走到大门口 再接到对面有一个ATM机 您可以取现金来支付 好 谢谢 您的卡 这件衣服一定要给我留着好 谢谢 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所有的钱 还差五百 我能不能明天给您送 不是 我下午给您送过来可以吗 您的衣服 这位先生已经支付过了 谢谢你啊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不用了 不行不行 这是我要送给我男朋友的生日礼物 是一份心意 也是我能为他做的唯一一言小事 他对我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这件衣服 我一定亲自卖给他的 小姐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这件衣服 并非买来给你男朋友 我试了那么合身 就买下来了 刚刚这位先生 把所有的尺码都一并买下来了 什么 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啊 请不要对一个盲人大吼大叫 影响听力不好 你们还有其他的货吗 不好意思 这件衣服已经断货了 还不知道小姐的名字是 关你屁事 那么关小姐 如果你 你怎么知道我先关 刚才你说你叫关你屁事 你 我就关皮屁 哪有人的名字四个字 我又不是日本人 那好 关小姐 如果你真的想要呢 你就现在立刻把钱扶清 我可以把衣服给你 那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先生慢走 对了 我姓贺兰两个字 字静庭也是两个字 男子二是贯而字 女子许嫁姬而字 而且像贺兰这样的肤性很多 所以并不是只有日本人 才有四个字的名字 你说这些干什么 大概想让你多些知识吧 好 欢迎下次光临 先生慢走 帮我叫台车 到咸厅街五十六号 好的 来 贺兰先生 刚才我不知道怎么得罪您了 我给您道歉 这件衣服让给我可以吗 这件衣服是我送过 我男朋友的生日礼物 他马上就要出国了 你让给我吧 贺兰先生 官方姐我认识你吗 把手放开 不是 贺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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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墨镜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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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会有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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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